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太会用手指和手腕的这个结合 他们很多的是用这个小臂 就是因为这个小臂这个控制力量 肯定没有这个手指的精神度高 就像很简单 我扔一样东西一样 这样扔和这样扔肯定是这么扔准 一样的道理 戳球也是一样 动作越小 靠这种手指手腕 手腕就够了那个力量 因为你在打球当中是跑动的 人肯定有一个冲力 而不是说这么站着打 所以那个冲力加上你这个手指手腕的力量一定够了 根本不需要小臂 所以为什么业余的很多球迷朋友 就是打球经常戳球会戳得很远 这就是他肯定用了小臂的力量 在这个力量上面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双打选手在往前往往更多的采用 比戳球幅度更小的放球的动作 我们发现运动员几乎是在用几根手指捏住球拍 仅仅依靠拇指的前压和手腕发力 这样的放球才会更加快速准确 往前铺球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 也是最难掌握的技术之一 而面对上网铺球的得分良机 专业球员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面对铺球机会 业余球员往往要么踢球下网 要么踢出的球速度不快 弧度很高 正确的铺球动作更加依靠手指和手腕的力量 大拇指有一个强烈的推动球拍的动作 同时手腕快速抖动对球进行猛烈弹击 在动作药理上还是用手指 因为铺球上面 轰压这种球 手指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很贴网的球 你不可能用小臂 用小臂可能会碰到球网 所以说还是手腕的动作会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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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就像电视机上 在电视机上